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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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全體主題 耶 好非常有活力的兩位 小胤跟薰姬 加上我們今天第一part很安靜的大帥 等一下 它是火又起來了 所以我談不上 不像你每個人都記得清楚 金百口水 因為我做功課 我知道今天魏雄隊要來 做功課 所以他們基本上在今年賽季 我覺得也非常有機會 不管是應援的方式 還有包括也藉這個機會宣傳一下 49場在天母 還有三場在花蓮 一場在嘉義 7場在斗六 對 所以就是非常多的北中南東 都會有比賽 所以請大家到時候可以到 你們排班怎麼排班 像你去跳那幾場是誰決定 也是球團內部的工作人員 長官會去決定 大家就會平均去不同的地方 會平均 你們沒有輪子嗎 有啊就是搭牌 就我了解 passion sister好像也有分組 他們好像是 就是比如說比較南部 就會去南部的場 他們有分那個 用身高來分 他們有高個組 跟比較小支組 這樣要平均吧 沒有沒有 他們就是你看嘛 這場都是高的 就是他們在三壘可能 比如說四個或六個的時候 那個他們的身高會差不多 那可能就是 找168到170之間的那幾個 對 然後有像比較小支的 可能就會站在另外一邊 我們好像也是 一三壘測的話 就是壘測也會 你們也會這樣 管理的人會去安排 所以你們不會把最高的 跟最矮的放在同一組 對不對 同一邊 盡量不會 因為可能那個畫面的那個 對 你們最高的是誰 小龍女裡面 璇璇 170 你幾公分 166 那也算是高個組 那小支的呢 最小支的 140 140 明明是在小支那裡 140 比較 嬌小型 嬌小型 對 新選吧 新選比較 他這次有入選那個 經典中 經典 經典才很厲害 好啦 這個我們拉隊再聊下去 大帥就沒話說了 沒有 我可以學習聽一下 沒有嗎 還是要宣傳一下 我們今年的開幕戰 開幕系列戰叫 隆重一心是我們今年的口號 那開幕戰的同名主題是在 4月7號到9號 就下禮拜的5、6日 在天舞方球場 那三天都有非常精彩 因為第二天有盧廣仲的演出 然後第三天是五間琴的表演 對 最近也蠻紅 然後邀請大家到時候一起進場 而且那三場剛好是對你們這個抓爪 你說幾號 7、8、9 4月7、8、9 剛好一個5、6日 又是龍象大戰 龍象大戰 因為我們演員也是會 因為我們衛群總版 這兩年演員都是吹奏 我們就是延續國際賽 那樣吹奏的方式 然後來跟中興兄弟來PK 他們也會吹奏 所以就是非常 原資源為龍象大戰對決 然後邀請大家進場 對 自從你們升一軍之後 那個龍象大戰的這個海報啊 宣傳其實都做得非常有感覺 對 這種PK感 黃色跟紅色對決 對 要請大家都一起進場來看 好 這個 已經有了 票已經買好了 好不好 7號到9號票已經買好了 請歡迎大家 終止4月1號登場 多多的來支持 那我們在這一part要聊的就是 今天有通告費很好領 還可以齁 讓我安靜半個小時 讓我安靜半個小時 好 不錯喔 不錯不錯 好 來 這個大帥時間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先來看一段影片 兒子 在今年賽季 這個準備的如何 我們這次的特辦員很厲害喔 是我們老闆 是我們老闆Eric 自己去 這個嘉義 還是頭六 反正就是自己南下殺下去 來訪問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來 你爸怎麼把你賣給棒球的 賤賣啊 沒有啦 他 就國小的時候 我本來在打籃球 然後就 有問我說想不想打棒球 我就 那時候其實自己也 拿捏不定 因為還想打籃球 然後又覺得棒球 好像也可以這樣 然後就 就跟爸爸說不然就你幫我決定就好 因為那時候的環境 其實棒球發展比較好 我就說 那就 那你就去打棒球這樣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 你這麼會 你這麼想要打籃球 籃球女生球迷比較多對不對 我知道 應該說那時候是對 不想跳脫原本自己的環境 因為其實一直在原本自己的國小 那時候也五年級了 因為就是一群原本的同學 那你變成你要打球一定要轉學 那時候應該是比較考量說 在原本這個環境 不想再去轉換環境這樣 因為朋友都在這裡 對不對 對 轉換對年輕人來說 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其實你轉學過去一定還會有新的朋友 對啊 就是那個當下自己會有點覺得 不捨這樣而已 最深刻的是 看誰 他的宅良 不是宅良 是說他會 惡提面密一直講一直講 就是他覺得這件事情 只好他就會一直跟你 一直跟你重複 對 印象最深的是我高一吧 因為那時候受傷 其實自己蠻 很挫折 對 那時候其實自己心情一直都很低落 因為那時候休息半年 然後丟球什麼都不行做 那陣子 復健也做了 治療也做了 那回診之後 MRI再看 結果沒有不就好 當下我 直接跟他說我不想打了這樣 就是有放棄的念 對 也不是放棄其實他也知道說是氣話 他也感受得到說 我其實 不是真的不想打 就是說氣話這樣 那他也就隔天 就馬上放我請假 海邊 衝浪什麼 他就帶我去 然後讓我放鬆心情一下 然後其實回來我就又 就是繼續做 副健 其實只有又 那個念頭就沒有了 欸那陣子他也其實告訴我說 你其實現在你能做的就是這樣 那你不如先把棒球尻開 你去多做一點 閱讀也好嗎 多做一點你平常 不會做的事情 大帥 你太了不起了吧 他也告訴我說 其實受傷 每個運動一定會有 至少你現在是在高一的時候遇到 不是在你真的高三 你要出來跟人家輸贏的時候 去遇到這個傷子 所以他說其實換個方向來講 這還是 這至少是一件好事 其實從我打球以來 他其實不太會有 教我的這個工作 其實他不太像一個教練的角色 他其實就真的是爸爸 他告訴我就是球場外的事情 就是可能平常生活上 或者是球場上 會遇到的一些經驗 我真的覺得大帥很厲害 大帥就是說 他不會用他的經驗 教他兒子就說 你一定要怎樣 你一定要怎樣 因為其實很多做父母的 都會告訴他小孩 你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可是呢 我覺得大帥很專業 他就是說 把教小孩怎麼打棒球這件事 他交給他的教練 他不去干涉他 然後讓教練去引導他 那他就是用 從一個第三者的角色 他去幫助他 就是說走上這條路 爸爸其實在棒球這條路 他的成績很好 然後會不會 你自己就承受很多壓力 很多人說 啊! 你的大帥好生喔 喔! 啊! 你老爸有了你 會覺得自己壓力很大嗎 我一直啊 我都覺得這不是什麼 因為其實你說真的 他成績好 那是他 成績好是他 那也是他自己 努力出來的 那他也告訴我說 那是他的事 那我其實就是要自己 自己努力自己打出來的 弟弟為什麼沒有像你運氣這麼好 弟弟就可以留下來去南山打籃球 可是因為其實自己跟弟弟 那時候國想會 玩棒球啊什麼的 但 就看得出來他對棒球比較 沒有那麼有興趣 他還是比較喜歡打籃球 對 而且那時候剛好媽媽又回去 大野籃球 對 所以弟弟那時候就變成 比較多時間都是在接觸籃球 你的角色齁 我相信 也是很不容易 就說你可能要爭取先發的角色 那 你要怎麼做 還有你給自己的期待是什麼 從近來直播之後 其實角色一直就是都 就是家人打籃球 就是都是給 用先發的角色去培養 那對 從去年開始 其實就是一直固定 每個禮拜一場一場 就是用這種節奏去做調整 先發嘛 今年是第二年 其實也就習慣這種節奏在調整上 那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先發丟完 你隔天要做什麼 再來要做什麼 比賽前要做什麼 其實自己也已經慢慢在習慣這個角色 所以那其實接下來就是 把自己就是 這一整年 應該說前一年 到這個順序下來所訓練嘛 那 就是表現出來 然後 目標就是先 開擊在一起這樣 因為我覺得擠進啊 先發輪值 還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 你有沒有給自己設定 就是說 你要在哪幾個地方 要多做一點 然後呢 你就有機會 進入到輪值 甚至就是說 進入到一個固定輪值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自己的穩定性嘛 因為其實常常會有 前兩局可能 嗯 滿順利的 突然會有一局 找不到狀況 我覺得這是自己 現階段 最需要加強的 因為其實常常會有一局 突然連續壞球 保送保送這樣 保送是我覺得是最 最要命的嘛 因為你保送 你變成你球數 一定會越丟越多 那其實先把頭頭的工作 就是把局數 至少要遲到嘛 那你其實 球數一多 你的局數就會變少 因為球場的變化很快齁 就是說萬一自己 有一些狀況 你要很快速調整 所以你怎麼 你要怎麼 在當下 你要怎麼克服自己 想太多這件事情 那 爸爸這部分 有沒有幫到你 他其實 他 我沒比完一場比賽 其實他都會給我 他剛剛在寫作 他就會打一場 然後跟我檢討說 你今天哪個play怎麼樣 怎麼會 其實可以做得好 有轉播比賽他都會看 其實他就告訴我說 你其實這種狀況 一定會遇到 那其實你平常 牛旁練習的時候 你就要設定一個情境說 你可能連續在壞球 就是你可能 牛旁一定會遇到連續壞球 那你要想辦法 在這個中間 去找回自己的節奏 其實這就是 你平常在牛旁可以去做練習 既然爸爸在這個圈子 爸爸有沒有 找啊 他其他的 這些 好手 或是說 過去這些很厲害的 那個教練什麼 就是給你一些指導 讓你進步得更快 沒有 因為其實就是 都在球隊這邊做訓練 其實真的 爸爸能講的就是 文字上 那其實真的訓練這些事情 還是有球隊這邊的教練 還有你 你要自己去 體會去做一些改變 你才有辦法進步 那現在自己這樣 春訓啊 調整的狀況 怎麼樣 因為從二月一直調整到現在 其實已經 應該說已經進入狀況了 就是慢慢不管局數也拉到 球數也有到 其實就是已經準備 已經就是 要準備開季了 OK 那你今年的期望對自己是什麼 就是最 這個星球季 最近的目標就是先開季在一軍 那開季在一軍之後 慢慢下一步就是 戰武在一軍的輪子 可以固定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出賽 好 那就謝謝曹宥祺 我覺得今年啊 聽他這樣講 我覺得很替他開心 就是說 很少有一個指棒球員 就是 他在比賽的過程 有一個人這麼注意他的細節 那比賽完 你還可以把這些細節 去跟他討論 去跟他分享 這個是天選之人 你如果沒有進步 真的太可惜了 可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好 祝福你有一個非常好的球技 謝謝 OK 謝謝 加油 曹宥祺 爸會跟你一起喝嗎 現在會啊 就是回家的時候 就是 媳婦會喝一杯啤酒 因為他自己平常 有時候在家就是會喝一下 有時候回到家也會說 欸 要不要喝一下這樣 其實就是 喝喝 就是吃東西 喝酒聊聊天這樣 爸爸喝醉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倒是沒看過 爸爸喝醉喔 對對對 我覺得最明顯是 他開始話很多 然後一直講中文的時候 欸 講中文喔 欸 不是講台語 他喝多的時候 他就開始不講台語 他就開始不講台語了 然後就一直講台語 我知道 他一邊喝酒 喝一喝的 開始不講台語的時候 就可以叫55688 直接把他送回家了 對對對 好 亂講 不錯耶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又齊的口條 滿好的 對 然後面對鏡頭也是看看何談 這一段 看起來感覺怎麼樣 知道吧 很不錯啦 因為其實你們剛剛在看的時候 都說他口條不錯 回答的什麼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剛剛跟你們講過 台灣的媒體越來越多 不管是文字的啊 不管是影音的啊 然後就讓台灣的 不管是任何 籃球 反正只要運動員 受訪的機會 就更多了 那我一直跟他講說 其實 就我們以前 我們自己當球員的時候 我們看到鏡頭 我們拿到麥克風 我們可能會 講不出自己原本要講的話 但是我告訴他 這是你當一個職業球員 你將來一定要面對到的 你現在 不克服的話 你將來面對到鏡頭 你還是一定要面對這件事 而且我還跟他們兄弟倆講說 如果你覺得看鏡頭哪裡會怕的話 你是不是要看往哪邊 我還教他們這個 所以 其實我覺得 運動員應該都是要面 最後你就是要面對這個 除非你不想當一個好球員 對 沒錯 你只要是一個好球員 媒體就會訪問你嘛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真的一個好球員 他對鏡頭 他反而懂得應對 嗯 那懂得應對其實 就是表示他腦筋 知道說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對啊 這可以轉化到球場上面去囉 對不對 你知道球場上面 你該要怎麼樣去打 那 剛剛有說 會喝嗎 其實是這樣啦 醉翁之意不在酒啦 就是小孩子 你現在 像 因為你現在 你剛剛擦眼淚嗎 沒有啦 緊張流汗 緊張流汗 因為你像他 去餵犬以後 其實就很少時間在家裡啦 喔 那你放假回來 就是一個晚上 那一個晚上 其實你有很多話要跟他講 其實你要很特別講的話 就怪怪的 你知道嗎 對 來來來來 那個又起來 怪怪的 然後邊喝就可以邊聊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假裝製造個 先拿個一啤酒在那邊放著 欸 要不要喝 對不對 我覺得我能營造的就是這樣嘛 不然有時候你要講話你要有氣氛啊 對不對 那個氣氛你要弄對啊 不過兒子這樣滿好的 就是剛好就可以跟你喝一杯 因為他也成年了嘛 對啊 但是 但是他說我喝醉 我什麼時候喝醉過 搞什麼 不是喝的有一點 有一點的微醺 微醺 微醺 微醺雞 微醺這樣子 就是會嘛 對不對 在家裡有時候 對啦 其實因為第一個他也成年人的嘛 對不對 那酒也不是什麼壞東西 對 就放鬆一下 喝一點點剛好可以放鬆 對 你們都會啤酒 微醺 我們什麼酒都喝啦 紅酒也喝 都喝都喝 你只要想到的酒都可以喝 所以你們都是算會喝的 可以喝啦 不是會喝喔 不要謙虛 可以喝 不要謙虛 對 那我覺得酒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嘛 你用在好的地方 用在對的人的地方 用在對的時間 它就是一個好的東西 那你用在不對的時間 用不對的人 不對的地點 那就都不對 那你有跟他 所以你跟他喝不會到喝太多 就是一些 喝不了 所以你沒有在他面前喝醉過啦 沒有啦 喝 喝不了那麼多啦 喝不了那麼多 我們都幾歲了 喔 對不對 那喝醉會真的變怎麼樣 年輕的時候 沒有啦 我沒有這樣 你不要把他招出來 不要挖到給他 手在那邊戳這樣子 那問一個就是 兒子如果低潮難過 你老爸怎麼去安慰他 其實也不叫安慰 就是開導他 開導 因為我們自己 剛你說的一長串簡訊 一長串 一長串那個是在賽後檢討 那個是叫賽後檢討 那如果他心情低落你怎麼 還是這種是媽媽負責 其實都是我啦 都是你喔 我不會用安慰的角度去跟他講這件事 我反而是開導他 像他剛剛有講他高一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受傷 那我就告訴他 你現在受傷為什麼不好 你現在受傷以後 你才知道說你接下來 以後你要怎麼面對傷害嘛 打職業球員誰不受傷 不可能嘛 那你早一點遇到 早一點遇到的話 對你是好事啊 那如果像當時他就聽得下去啊 他聽得盡 然後他可以自己去揣摩 那你揣摩出來以後 他就會覺得他也釋懷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當爸爸的責任啦 那不僅 其實我會用更多的時間來 跟他聊這些事 那主要啦 主要是他還能聽得下啦 對 我覺得佑琦其實新賽季真的 讓大家還滿期待的 兩位球隊上面對佑琦的感覺 或說這個人你的感覺 對他來講 雖然或許不一定有那麼多機會去接觸 他給你的印象是什麼 你要先分享嗎 對 你要先分享嗎 那我的定義就是 因為我跟他 我跟他不熟 所以我可能就是從他的那個 外貌上啊 外貌 帥嗎 算帥嗎 算帥嗎 算帥的 也蠻就是 帥不帥看爸爸就知道了啊 對啊 對 你怎麼表情 你怎麼表情對不對 你怎麼表情對不對 所以算帥的 算帥的 當然沒有可以 這種條件 這種等級可以 他女朋友很在看喔 他女朋友很在看喔 他女朋友很在看是不是 就是他是一個不錯的男生 對 然後感覺他也很努力 也很努力 對 OK 那你呢 因為他們拉隊朋友 不會跟球員接觸啦 不太會有機會 對啊 我自己是跟佑琦 就是有一些接觸 不然第一年他 其實來的時候 就有我們有辦那個 就是見面會 然後到 我自己 我們在做自己YT的節目的時候 也會訪問他 那我這次去抖六 也是跟他小聊一下這樣子 那 第二應該就是很有禮貌 然後我就 爸爸教得好 對 爸爸真的教得好 然後第二次 口調就很好 滿會分享的 在我們的節目上 他也是很玩得起來 那一集剛好是檢查我寶寶 我寶寶很髒的 他就開始在那邊起哄 很龍球隊啦 對啊 這真的不錯 那一集我有看 對 不管 佑琦這個 球技的部分 發揮怎麼樣 起碼在我覺得 做人心態 還有對於球隊 對於人 的這些東西 他跳真的很好 對不對 好 我們期待新賽季 那佑琦 這個是投手的部分 魏群龍隊這邊 當然有很多值得期待的 特別是現在 可能有一些重要的球員 在上兵名單當中 那當然就是佑琦的一些機會 所以要好好來把握 那至於在打擊的部分呢 魏群龍隊在新賽季 其實也算是 不只是魏群龍啦 整個聯盟 所以大家都會在期待的就是 三百轟 林志聖 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 因為這個是中華職棒 第一個 達到這樣子的紀錄了 達到40歲 還要來創紀錄 在這個新賽季 林志聖怎麼樣來準備 我們把時間交給 超級特派員 老闆Harry 一起來看一下 志聖你從 2004年 打直棒打到現在 你的老戰友很多人都 退一下好了 對一下 你現在是用什麼心情在打球 其實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打直棒 可能就是 想辦法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在球場上 生存得更久 雖然很多老戰友都慢慢的退了 可是他們也有很好的規劃 他們才會選擇離開 當教練的啊 或是在外面從事事業 就祝福他們 那留在場上的我啊 像都督 國慶 私企 那我們就繼續的努力 因為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哪裡啊 就到哪裡 該結束我們 其實自己都會知道 然後能夠繼續當球員 繼續磚球儀 我們就繼續的努力下去 所以你為了紀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你的努力 就是說 還是要把自己的舞台找到 所以 當初啊 這個過程 是對你來說 也蠻辛苦的 會辛苦 是會辛苦的 但如果你沒有先付出努力 那我覺得 再去想那些結果 也是有點懶 那過程那中 也是會讓自己成長蠻多的啊 學習到更多東西 然後就再慢慢的 讓自己 在球場上更沉穩一點 你知道嗎 我看到你 跟我在跟台哥相處的心情很一樣 因為台哥都說 以前做電視節目的那些 這些老輝啊到現在 其實剩下的也不多啦 可是他就說 他覺得 有時候在戰場上還是覺得蠻孤獨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也是一直要 告訴自己 欸我要怎麼樣 找到動力堅持下去 所以就是說 其實 現在支持你的動力是什麼 我覺得是 年輕的小朋友 因為你是說真的 就像你前面講的 剩下的戰友已經慢慢的推 對對對 那其實真正的會讓我 一直往前 不想落後就是這些年輕的選手 因為他們的潛力非常好 那你為了要 可以在球場上 有一席之地 你就必須要跟他們比拼 那這也是讓我不能夠 鬆懈的地方 就每天都持續做訓練啦 希望可以讓自己的 體能狀態不要掉太多 因為一定會掉 我們沒辦法像年輕人這樣 一直往上 但我們希望是慢慢的掉 不要掉太多 你看到喔 就是說中華職棒啊 從你2004年到現在啊 看到他的變化是什麼 就是說是不是過去啊 到現在 一代一代的球員 講球員大家比較有興趣啊 對 你看到他技巧啊 能力的變化大概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從 我那個時候是沒有什麼運動科學啦 對對對 也沒有太多的 可以看 應該是說 研究的方向 然後很多家人都是 其實那時候就很像是 土把鏈鋼這樣 然後到2010開始 慢慢的有 運動科學慢慢出來了 對 然後到現在更普遍 那我覺得這樣的選手 在運動科學的幫忙下 進步的那個速度 會比我們以前更快 可是我想請你講得更清楚喔 比如說在投手 然後在打擊 還有在野手的部分 運動科學進來 你看到什麼樣 你有看到什麼樣的提升 呃 揮棒速度 瞬間爆發力 跟擊球的仰角 這是打擊啦 投手我就不知道 投手因為我投手 因為我沒有當過 你沒有跟他們聊天 我沒有當過投手 他球快我就覺得蠻棒的 可是在打擊這方面 因為我自己也有去測試過 現在的揮棒速度多少 擊到球的初速多少 然後要用 怎樣的方式去擊到球 力量會更大 有運動科學是告訴你 把所有的動作分解出來 可能分成五份或是十份 讓你慢慢的去了解這些小細節 然後慢慢的組合起來 真的那個很明顯喔 就是說你以前在看中華隊 以前中華隊的投手很強 結果一上來就是 一定都是比數 都是1比0 2比1中比數 因為投手把他壓制了 可是後來的中華隊打擊就變得更強 所以就是這個引進的關係嗎 我覺得打擊的進步比較明顯 對很明顯喔 打擊的進步在運動科學會很明顯 可是投手需要時間 他沒辦法像打擊手練了一個自主訓練兩個月 這樣的訓練 他就馬上就不然 可是投手不可能練兩個月球速 就一定會跑出來 他可能要持續做了更久的時間 讓他更會運用別的肌肉 然後來替代他的手肘 然後把所有的力量發揮出來 那球速才會更好 就是說中華職棒揚頭進來 是不是也幫助我們的打擊 就是說 非常大 越來越好 在這個對國際賽來講 就不會有那麼多生疏的狀態 對 近幾年來 你看中華隊的表現在打擊上面 絕對不會落差太大 這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進步 那相對的勒 你面對這麼多的本土的投手 你看到投手的變化是怎麼樣 變化 現在是蠻多訴求派的阿 但我覺得 會不會準 也是會準 但我覺得 如果真的 我不知道 我是以野手來看 如果為了控球而失去球速 那1.1就沒有了 因為球速是天生的 因為大家都為了要上去 就是以野手來看 對 那他們現在的球種阿 有沒有比過去還多了 還是說 有阿 比過去還多了 多了 以前可能就是直球、滑球、曲球 還有二鳳仙阿 還有卡特 變速球 就一個投手就具備有 三、四種變化球 跟達澤對決 那你打那麼多年齁 你碰過最難對付的投手 大概是哪幾位 凱薩阿 這個賈西教練阿 本土就楊健福阿 都是你覺得不好應付的 那現階段我覺得最難打 雨昕阿 雨昕其實他球就一直都 尾巾都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對 他一直都很好 我覺得他投球也很霸氣 對 很有那個哭聲 那 三百風快來了 我覺得你應該很期待這件事情 所以 你大概 怎麼去準備 從春訓開始怎麼準備 然後去迎接你的球技 迎接你紀錄的到來 紀錄我覺得遲早的 如果我還繼續打球的話 幾乎都來講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今年的春訓 我覺得我準備得非常好 是因為我把我的身體體態保持得非常好 然後 專注力在球場上 再跟去年 往年都不一樣 我希望可以健健康 打完一整季 那至於三百風第一場 或最後一場出來 我覺得對我來講 它是遲早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對大家來說 你過了三百風後面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那個都是紀錄嘛 對啊 我覺得都是會讓大家還蠻興奮的 我是覺得還好啦 如果群民會興奮 那我就努力一點 真的我是真的覺得還好啦 有啦 我看你打球最興奮就是 你2015打古巴那支三分砲 這已經有超多 真的會哭出來 這可能有超多 有六百萬人在講 對對對 可是球員就是這樣 當你在打得好的時候 真的為國家做了什麼 好的東西我們很快就去忘記了 因為我們必須要向前看 那球員可以沈浸在他喜歡的那個狀況 對對對 那當下 對不對 我們沒辦法去一直在那邊 一直想像 因為他已經過去了 對 所以在路上啊 球員都會跟我講 你知道嗎 我2015 我在台中收集棒球場看 我謝謝你們支持 對 就只能這樣啦 因為說要叫我再去回顧 那個什麼感覺 我就忘記了 打太多場了 那我請教你 就是說 以一個球員的經驗 打經典賽啊 很多人都說 你去打經典賽 然後你就把自己消耗掉了 你接下來的球技 不會打很好 那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因為球迷都會討論 我覺得是 第一 我覺得選手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 我打過三屆嘛 前面兩屆打完 我確實是 筋疲力卷 原因是 我們 為了要備當這個經典賽 我們提早準備嘛 嗯 然後 適應這個比賽 然後 這個比賽是高張 對 強度很高 那當這個比賽結束後 你一定會放鬆 放鬆 廢話你當然會累啊 所以會跟球技會有點 衝突 因為球技還這麼長 我覺得這球員 自己本身就是要有 就是 持續的備戰心情 要保持好 因為 打棒球本來就是你的職業 也是你最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 別的國家都做得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那怎麼去解決那個疲勞感 你自己想 我覺得要想辦法 你找球隊的防護員 做很多 不管是 只要可以恢復的儀器上面 我覺得你就要多花一點時間在上面 只要你做了 我覺得 只要你做了別人多 你在新的球區 絕對不會落後太大 這是我覺得 但是我前兩屆我沒有做好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怎麼 對 那打經典賽 跟打一般的技賽 身體跟心理的差異是怎樣 一樣是不能輸 但是至少在120場你會看到 要怎麼把球贏下來 因為它是120場 短期真的是一翻兩瞪 有可能不容許一個失誤 不容許一個獅頭 不容許一個跑壘失誤 就是 它是更嚴謹更嚴厲的球賽 對時時刻刻的專注力 絕對不會 季賽是沒辦法 相比定論的 每個比賽的感覺都不一樣 對 那個很感謝自勝 好 謝謝 祝你趕快三百分 新年快樂 祝我新年快樂 紅包拿龍 你今年沒問題 謝謝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紅包拿來喔 我們看到這個自勝的訪問 當然就是 Eric蠻能聊的喔 對啊 我們老闆 還是我們以後就派Eric 專門幫我們採訪 聊到這麼多 讓這個自勝侃侃而談 對 然後 的確兩位大叔 再聊一下 當然自勝真的也不簡單 他剛剛點名的 包括像都督 包括像思琦 對不對 國慶 對 基本上 真的啦 其實我覺得 就某種角度 這些人算是國寶級的 真的 達到這麼高的歲數 然後還能夠當球員 還沒有轉教練 真的都蠻厲害的 那當然自勝剛剛也講到 就是說 300空是一定的啦 對 所以我跟大叔 還是覺得不會那麼快 對啦 也不要那麼快就完成啦 球迷 才會每天都期待 期待 期待 也不要太慢 也不要太慢 我們是要突破更大的紀錄啊 順便可以超400 賣進 我剛剛以前想說 你打了300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說 你以為全力打那麼好打 那麻煩你打到350好不好 對啊 麻煩你打到400好不好 然後一直加一直加 要突破啦 對要突破啦 不過兩位都希望很快出現 對啊 就是全力打還是球場 大家很想看到的東西 一定會大聲尖叫的話 一定會 因為那個是歷史性的一刻啦 真的 300空 好 那這個 我們感謝Eric幫我們採訪 那新賽季呢 剛剛這個 這個薰基騎士也有跟大家宣告 就是他們主場 將會在4月7、8、9登場 然後剛好跟中信兄弟呢 去年的總冠軍 來進行龍象大戰 相信呢 在今年賽季 這個龍象大戰應該會非常的精彩 然後衛泉龍隊的戰績 包括像去年已經打到季後賽了 今年當然 我相信 教練、球員 甚至你們 整個目標都是台灣大賽吧 都台灣大賽 有喊出那個口號吧 就是一起加油 隆重一心一起加油 隆重一心 隆重典禮 隆重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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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齊來個10勝這樣子 希望你在現場好不好 不要啦 先不要指望多少勝 智智不是有講的 一個球員就是要健康 健康 先健康 穩定出賽健康 對 這些成績自然會來啦 好 那你手機記得不要摔掉 我等你換啦 還是那隻嗎 摔的那隻 還那隻 該換了啦 股票算那麼多 哎呦 每天股息你那麼多 你不懂啦 下次 下次我們開一趴好了 這邊財經節目 來聊這個財經節目 來聊投資 好 在這邊呢 各位全龍隊 我們希望新賽季呢 好好的來努力 等一下要進入到我們的 遊戲大亂鬥 不要錯過 休息一下 街頭 notre Behaviour 我們可以最後面對